字幕僚 字幕by索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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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很多的時候 都是問小孩 說小孩想去哪裡玩呢 我們帶孩子 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回憶 妳要知道我們Q獎 是去過日本旅遊的 太好命了 太恐懼了 太好命了 因為她的主人就是我的助理小玲 她有一天跟我說 小燕姐 我要帶Q獎去日本 我說妳不要 她說我要 她就尋根嗎 她就說 我說在坐飛機 她知道日本可以讓她直接下來 然後她們兩個就拍照 在日本的麥當勞 日本的旅館 然後是可以找到她可以去的旅館 所以各位Q獎 來 掌聲鼓勵一下 人家最多去狗餐廳對不對 所以她有變於其他狗的穩定性 妳不覺得嗎 她就是因為常常出來 有見過世面 她沒有啊 妳看她就是 而且我自己的狗是沒有辦法 因為妳都寵著牠們啊 不是 都起在妳頭上啊 那不是 沒有社會性 妳知道嗎 對 就一來就看著別人就 就只能在妳那個小環境裡面 就在自己家裡頭就是 就是稱王 稱王 一出來就 人家是見得過大場面的對不對 Q獎 她叫Q獎 她是女生 雖然叫Q獎 她是女生 來 去一個 好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不是說帶醜物去旅行 是帶媽媽對不起啊 我也在想妳到底要怎麼想 Cue到今天的時候 我好期待 而且小燕姐一直在Cue 我在想說 有很多媽媽會覺得說 Cue獎都已經去日本旅遊 那我的女兒都沒有帶過我去日本 那我連… 這很痠有沒有 我連感想都沒有 這難道就是連狗都不說什麼 今天我就是要點題就是說 我們通常都是為 為兒女 而且為什麼我都會這樣想呢 妳會不會帶媽媽去日本旅行呢 我覺得是有疑問的喔 妳自己問嗎 我對媽媽真的不要看 妳今天趕來坐在這裡都沒在怕 真的 妳沒來坐在這裡 我們都是有問過的 有帶喔 不然的話可能很怨喔 真的 我差點要哭了 寶媽 寶怡 大家好 妳好 寶怡有帶媽去旅行喔 因為我媽以前也有帶我去旅行 所以後來其實我們都是 一起帶家人去旅行 我覺得妳們這個旅行 應該從開始就吵到回來吧 應該不會… 因為… 我們兩個身邊很多 脫油皮 如果只有妳們兩個人的話 有可能… 我覺得旅程會比較短一點 也不至於 我覺得我們兩個還不至於 因為出國 可能大家都會互相的讓人一下 要不然睡在一個同一個房間 妳看我不順眼 我看妳不順眼 妳那個日子是過不下去的 好 歡迎來跟逍遙 這一對母女呢 應該常常出去玩對不對 是不是 等一下 是女兒要帶媽媽 還是媽媽要跟著女兒 這個是有一點不一樣 對 剛開始都是我要求 其實我喜歡跟媽媽出國 倒是真的啦 我是非常明理 然後我都把女兒當成朋友這樣 然後我都是極盡的巴結她 然後她要去什麼地方 我完全都OK 但我也是耶 妳也是嗎 我只要那個旅程是我女兒 全部付錢的 我一定就好 妳怎麼會這樣 所以再付錢跟不付錢 對 差很多 她的態度差很大 因為以前是媽媽做主 帶妳們去哪裡 對不對 後來我不能做主 那就是不要出錢 開不開是不是 哈孝遠跟哈媽媽曾經來過 我們知道哈媽媽是一個 又育也又育媽 其實我媽的個性跟那個阿寶有點像 有點像 這個女的戲就演不好 請誰請客請誰 雙眼皮是割的嘛 但是哈孝遠就是 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 而且還要帶媽媽去旅遊 對 我告訴你哈孝遠 我覺得跟你去旅遊 除了行李不用擔心以外 還有什麼好處 我 媽媽講真話 說真心話 她很認真的規劃 然後一邊規劃 還要一邊徵詢我跟她姐姐的意見 否則她會 很麻煩 所以妳一個人帶媽媽姐姐 兩個女人出國 妳是帶著媽姐團 我帶我媽還有我姐還有我姐夫 基本上我姐夫她就是 只要不被我姐罵她就好了 她就很開心了 對 然後所以就全部都我規劃 去峇里島 然後就從住的開始 吃的開始 然後不管是去哪裡玩啊 車子 全部我規劃 車子只要遲到十分鐘 兩個人就開始罵 所以我很慘 這個真的很可憐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妳懂不懂 那個媽姐 一說一唱 對 很辛苦 有話什麼 妳真的搞清楚 妳到底車子怎麼還不來 怎麼死 妳有跟妳 妳讓我走那麼長的路幹什麼 妳不知道我膝蓋有傷嗎 我以前打籃球 我膝蓋有傷 一直在那邊講 她打籃球 她打籃球 對啊 她媽媽一打籃球膝蓋有傷 對啊 要不然怎麼勝出 她就要演這麼高的 就是 帶媽媽去旅行 最困擾是什麼 因為有的媽媽呢 是喜歡游三玩嘴 有的媽媽那是要吃得好 有的媽媽那是要睡得好 有的媽媽是要逛街 對 然後有的媽媽很喜歡 就是妳就會 妳會就覺得說 媽 其實我們今天真的 只可以吃那種居酒屋小小間 但是有的媽媽會覺得說 妳明白我意思嗎 所以 妳在講逍遙嗎 沒有 我跟你講過 是最好搞的媽媽 沒有 她剛剛一面講 手一面指紋邊的指紋 她這樣一講 有的媽媽就在換跪下 妳們看 妳們看 妳看 媽媽還好 我覺得媽媽真的太好帶了 她只要可以逛 對 她真的只要逛 而且我是那種 她只要逛街 對 我是以節省為主的 所以我找的地方都是很划算 然後很好逛 主要是找上那個旁邊的店 越早開越好 因為我們還在睡覺的時候 她已經起來 已經不知道跑幾趟地方了 所以只要有旁邊有店 妳就不必管妳嗎 對 因為我早上都六點半起床 她每次真的是一大早起來 自己吃飽了 然後我起來了 我很餓 她說她吃飽了 她只想逛街 然後我說那妳陪我吃個飯 才吃一下她就落跑了 她是常常失蹤 我唯一擔心就是她不受控 我只希望我可以拿一個東西 其實可以綁著她 或者是有GPS吧 我真心覺得 我媽應該要開一個訓練團 訓練媽媽 Behave妳知道嗎 真的嗎 我媽媽真的超好處理的 真的假的 我媽媽就是 妳只要讓她睡飽了 千萬不要讓她早起 妳只要讓她睡飽了就可以了 其他行程她都非常好 我都OK 貴的她也可以吃 便宜的她也可以吃 我都OK 而且她已經到了 升華到了一個境界就是 可以買可以可以可以 媽媽省錢購物有配方 女兒荷包失血超心疼 當妳女兒在買某樣東西 妳就跟著她走進去 然後妳覺得她在刷卡的時候 妳就燒東西進去 然後等她 你知道我每次都說 妳先逛 我出去半個小時再跟妳會面 我都是偷偷買 我覺得她買的都是垃圾 小燕姐 妳有需要嗎 妳需要把那些辦卡 全部帶妳家嗎 我媽媽真的超好處理的 真的嗎 真的假的 我媽媽就是 妳要睡飽了 千萬不要讓她早起 妳要讓她睡飽了就可以了 其他青春她都非常好 我都OK 貴的她也可以吃 便宜的她也可以吃 我都OK 而且她已經到了 升華到了一個境界就是 可以買可以不買 對 這個境界 可以買的境界就是 當妳女兒在買某樣東西 妳就跟著她走進去 然後妳覺得她在刷卡的時候 可以買就是妳自己逛 不要買嘛 妳明白我意思嗎 要不然呢 憤青也不好當 對 我跟妳都不想 因為妳媽媽前面可能聽了妳很多話 今天 要買個包了 要買個包了 我昨天晚上聽了很多憤青的話 對不對 小燕姐 我就相反 我是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我都說妳買妳買 媽媽不買 然後等她不在 我每次都說妳先逛 我出去半個小時再跟妳會面 我都是偷偷買 因為我覺得她買的都是垃圾 我真的 我跟妳講 等一下 請問 請看這張照片 請問妳有垃圾嗎 你看 小燕姐 妳有需要把 妳需要把那些搬開去帶妳家嗎 妳真的會這樣買的 我跟妳講 我不是去非洲陌生補座嗎 我真的是 她去每一個地方 她說她就試衣服 每一支她逛街就買一個搬 我說媽媽 妳有了這個洋裝 我沒有 我說真的有 然後我實在是收不了 有一天我把所有的衣服 這不是所有 有裙子跟上衣 沒有 我只是選洋裝 我媽說沒有 明明不一樣 我說我們拍照拼拼裡 我覺得 我們 我媽媽可以把 就可以鋪滿 鋪滿 就是整個房間可以鋪滿 因為有 抱紋大衣 抱紋內衣 抱紋T恤 抱紋毛衣 抱紋裙子 抱紋褲子 抱紋鞋子 抱紋睡衣 睡衣沒有 她總算睡覺不賺抱紋 然後 而且妳送她 妳送她只要有抱也必中 但是我跟寶儀 唯一最好的一樣就是 我真的是 方式是不一樣的 因為其實寶儀是 很典型的雙魚座的人 然後她這個雙魚座是 妳必須要用方式 妳要用方式 譬如說她在買 她在瘋狂買東西的時候呢 妳就放她去 因為她要瘋狂的接近 妳直接不要買 對 沒錯 因為她的機率不高 她是一個非常理智的 買東西的人 然後她永遠就是會在那家店 搓一件衣服會搓很久 為什麼妳知道嗎 不是 她就會說 要買嗎 要買嗎 這個時候妳就要跟她說 買 怎麼看妳不買呢 這寶儀這件衣服 妳可以賺 我媽像上公務台一樣 帶我去旅行妳 妳不買真的會後悔 而且我不會再回來了 好笑喔 這個真的很棒 好笑喔 最後一件 Let's go 我都不懂 所以妳看 兩個母女完全是不一樣的 一個就跟媽媽講 妳不要買了 對不對 她重點是 我覺得不是貴跟便宜 她可以就是逛 在出國 然後她可以買居家拖鞋買十幾雙 我就不懂那為什麼要在國外買 那就算了 還會買什麼馬桶蓋啊什麼 那算買了就也算了 但是我完全她沒有考量她的尺寸 所以帶回家都沒有一個是合的 也要丟掉 所以我就喊著肚子弄瘦 我覺得其實逛遙是 就是購買是一種快樂 她是 對 像我是覺得妳看 我活到這個年紀 我每天很開心這樣 妳不是開心我會健康 健康我對女兒好 妳就不用幫我看 她這招是絕招 絕招 我覺得我這個媽媽是絕招對不對 這招是絕招 對 阿夏妳 妳媽媽都在幹嘛呢 我媽她都自己出去才買 像比如說我跟球隊出國去大陸 她就說我告訴妳 妳到時候去那個哪裡 她一定會叫妳買茶葉 那個茶葉都是假的 不要買 然後他們會帶妳去買那個玉 那個玉都是假的 不要買 然後妳到那個柬埔寨 她會帶妳去買寶石 都不要買 她就說假的 然後等到她自己去的時候 她就說妳看 紅寶石 這樣紅寶石好透 好透 妳看這個玉 妳看這個玉 好透 我告訴妳 杭州這個龍脊茶喝得對身體好 因為是綠茶 綠茶喝得對身體好 毛起來買 自己拚命買 因為妳不懂 妳不懂 對 因為妳不懂 妳怎麼知道 對 我了解 她就是這樣講 因為妳不懂 媽媽住的時候 媽媽懂 對 她看得懂 她說我看得懂紅寶石 所以就趴高說拚命買 好厲害 但是我覺得 比如說哈孝遠 帶媽媽出去的時候 妳是在什麼情形之下 比如說帶媽媽出去 母親結了還是什麼 還是說媽媽覺得有點鬱悶的 妳就說想帶媽媽出去玩一玩 還是妳做了什麼愧疚的事情 沒有… 沒有… 因為其實我媽她 在台灣她的工作 退休以後 她又跑去大陸工作 她其實自己已經到退休年齡了 但她就是希望說 可以多賺一點錢 為了我以後 她不知道我以後會 她想說 剩得賺錢的時候 要多賺一點 她就去大陸 又到中國去 你看妳這麼大個人 還要媽媽這樣擔心 妳好意思嗎 她好辛苦 因為妳也知道我吃比較多 對 然後她就很辛苦 好不容易在中國的工作也結束 回台灣我們就說 那我們來弄一個全家家族旅行 一起到峇里島去 對 然後她以前 因為我去過峇里島好多次 去過大概十次吧 十來次 然後她每次就會罵說什麼 妳去峇里島幹嘛 又去峇里島 妳去那麼多次了 妳不腻嗎 都去完了 然後好 去年我就帶她去峇里島一趟 結果她就 今年我問她說 妳要… 今年我們還要去哪裡玩 好可怕 妳自己這樣 妳幹嘛放這張 誰拿的 這邊 一定是坐在前面的那個人拿的 一定只有她最OK 其他三個人 都應該想殺人 走進 這講到 這不是在幹什麼 對 三張帶的三組地有沒有 這八戒是誰呼之欲除的 是誰呼之欲除的 這換一張了吧 沒有 這也是八戒島嗎 對 這八戒島 對 這是在那個猴園 然後那個猴子可能跟我媽特別有緣 對 好開心 妳媽媽笑的 很早看妳媽媽笑 我真的覺得就是值得 她的猴子要咬她 她搶我的包包 她搶我的包包 真的喔 真的… 對 她會散開來有沒有吃的 而且咬了 咬那個皮包 咬妳的包包 對 她就非要搶 然後我不給她 她就咬 她坐在妳背上吃香蕉啊 對… 她能爬這麼高嗎 妳不怕她抓妳們嗎 還好耶 真的喔 猴子… 他們這邊的猴子 就是她會坐在妳身上 就是有一種親切感 猴子分得出人好人壞 像人好她就會坐在妳旁邊吃香蕉 人不好她就會搶妳的東西 她這個猴子啊 妳要給她 不然妳不給她 有一個外國女孩子啊 她要吃東西 不給她 結果她在身上 被猴子 所以去猴園要小心一點 真的 妳也可能要小心喔 因為妳說 我為什麼要給妳吃 她會跟猴園講道理 她會跟猴園講道理 對 她就突然講到這邊來了 她會跟妳說 每一個人都給妳吃 妳不覺得妳會消化不良嗎 但我跟我媽 比較不會走大自然路線 對 我們就是真的 比較走貴婦行程 就是至少床一定要很好睡 飯店要住好一點 對 然後讓她睡得飽 吃得好 然後一定 最好還能一定要做SPA 然後如果不太貴的話 兩個人一起幫她做SPA 就是對 就是要越貴婦越來越來越去 我覺得是貴婦行程的 我覺得很開心就是 因為我女兒知道我要什麼 其實我也知道我女兒要什麼 再盡量我不要花錢情節之下 我都願意配合她 我女兒就讓她前上個月 帶我們去澳門全家 妳知道其實寶儀 我覺得真的寶儀跟你們可能 因為宇婕只有妳一個 寶儀不只有我一個 因為她有堂弟堂妹 所以我沒有 阿寶趴莉島大姐胖 搞得寶媽又好氣又好笑 試賽上的重點是在兩個屁股 她就一直 唉唷 唉唷 我跟你講 老人的唉唷 唉唷四天 我第一天就曬壞了 所以妳的後面的四天 我上下車都這樣 久了 久了 你可憐 對 妳就是要越貴婦越來 我覺得是貴婦型 我覺得很開心就是 因為我女兒知道我要什麼 其實我也知道我女兒要什麼 再盡量我不要花錢情節之下 我都願意配合她 我女兒就讓她前上個月 帶我們去澳門全家 妳知道其實寶儀 我覺得真的寶儀跟你們可能 因為宇婕只有妳一個 寶儀不只有我一個 因為她有堂弟堂妹 她不是要帶堂弟堂妹 我表弟堂妹 對 這是澳門 這是澳門 好多人喔 但是為什麼會去澳門的原因 一定要跟大家說 糗味耶 不是… 我都是我表弟堂弟 對 我哥哥女兒的孫女 然後呢 因為他去年不是得金鐘獎嗎 然後那一天他在內地 太好笑了 我們這一家人 真的就是一家人 我們這一家人 我哥哥女兒的孫女 然後呢 其實我是一個 我不希望我女兒有壓力 因為她在工作 然後已經接近到頒獎的 到頒這個獎項的時候 我那個二女兒 她那個妹妹詠儀 急…在加拿大不睡覺 然後就說快來了… 然後呢 我們在台北 全部的家人都說來了… 我就跟她們講說安靜 不要再說了 因為她壓力很大 她也說我沒壓力 但是她會不會 我真的… 其實我真的 沒事 對 對不對 然後在那一秒宣布的時候 我就用很快速的說 帶我們去澳門 她一回我們說 好 我就換打成澳洲 妳沒有愛我意思嗎 沒有 妳知道澳門和澳洲差多少 對 還是全差很多 還好我的好也打得很近 就跟我說澳門下面 所以澳門OK 澳門OK 所以妳看 妳看就是 妳就覺得其實 這樣子的家族旅遊有多開心 是因為我跟妳講 有時候要我女兒花錢 妳必須要有一個就是說 妳有一個原因 我媽媽其實有一本聖經 就要珍寶儀花錢 花五萬要說什麼 妳看她很認真 她知道 她真的很認真 而且重點是她有時候 她會當我在 我們有時候會說 曾寶儀妳不要那麼小氣 她說 我真的覺得妳們真的是 無情無異 我覺得妳們這一群人 真的是獅子大開口 她的表情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只是開玩笑 曾寶儀妳不要那麼小氣好不好 她就說 妳們這一群人真的是 吃了骨頭還要連肉都吃 吃了肉還要連骨頭都吃 就是這樣子 我們是開玩笑 但重點是妳知道 沒有 我覺得妳們都超認真的 妳知道 我們是認真的 因為 現在唯一 所以我們身邊的金主就是妳 但是沒有辦法好不好 因為我們一直都覺得 我們只要用方式對付珍寶儀 珍寶儀就會掏心掏肺妳知道嗎 就是然後掏完之後她就會心疼 她會 她會 她說 她半天在家說 她會後悔 然後再來就是我會跟她算帳 因為她刷的信用卡 機票 所以有那個 當我再回來的時候 當…機票十幾萬 然後什麼什麼 她說 短期之內 我覺得你們還是不要再要求我這些 有的沒有 這個音樂真的太適合我嗎 好悲涼啊 我告訴你 剛剛在講的SPA的時候 哈孝友就跟她媽媽講 我跟妳講 妳要做SPA 沒有 因為她不要做 我去峇里島就是要做SPA 當然 對 但她就是不要 我們這年代的 怕癢 不太喜歡人家都摸是摸的 很奇怪 我就說妳既然去峇里島 她那邊按摩很舒服 而且四個人幫妳 兩個人幫妳按 四隻手 四隻手幫妳按 這四個人 對 我們不太容易有人碰 妳知道嗎 那叫FIN 四隻手 四隻手 就有點害怕吧 我寧可自己到外面去好過去 好 那我也不過去 我寧可坐著 我可能少跟她講一樣 因為在峇里島 四隻手幫妳按的都是男生 那我可能少跟她講這一個 那妳這一發就會答應嗎 她應該會答應 對 她怎麼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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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真是亂講 帥的喔 帥的 平均身高185以上 都很症狀 甚至來跟我一樣 沒有 沒有 她媽媽的眼中只有妳最帥 對不對 所以 其實帶媽媽去旅行 其實像 我記得校友有一次 這個 她去參加一個什麼旗袍展 對 對 前面準備了好幾個月 又量身 又坐 又走台步 結果她沒到會場 走丟了 對 她走丟了 她在外國外播那個很大嘛 我又愛亂看 結果我穿了高跟鞋 我忘記應該先穿個平底鞋 然後跟著她們跑 我想這幾個 對不起 我出賣妳們 她們都很愛秀 所以她們跑得很快 我被遺失了 我就落在後面跟另外一個朋友 所以我們兩個沒有走到 媽媽是自認為自己非常聰明 她覺得她自己絕對不會弄丟 因為她知道 她都常常說 我不擔心 我知道我女兒在哪裡 關鍵是 心情是很急的 妳知道 她就 她真的很恐怖 就是她常常就一走 她說 我一到澳門 她說妳就在這邊 妳等我一下 她進去 她去洗手間 我很怕她走 是我說我陪妳去 她說不要 我去認 我會認海報 她認了海報之後好 找不到人了 找了也是好久找不到 妳知道為什麼 因為她是表演一個秀海報 妳知道我到處抖死 是一樣的 她的海報 我一下 這個就對了 而且不對 怎麼那邊也有一個海報 相同的 在走每一個作秀的 都一樣 結果真的是 這怎麼會怪我呢 對啊 她不是我們這個道理一樣 對 我跟你講 出外 約見面 這是一個大學問 我這個 這是真的 這是一個大學問 以前我們去東京 大家都要各自買嘛 所以好 我們就約在那個 三月的門口 她有八個門 對 這八個門走起來就是很久時間 大家走的時候 離開的時候都落後 就趕快來 好 到我們門口見了… 到現在 到現在都沒見到 是不是 我跟你講 這真的 我跟你講 約見面是一個大學問 因為現在有手機 對 所以媽媽也覺得 我覺得很棒 像我女兒這次帶我們去澳門 然後她就 其他的家人都很喜歡 進去賭場晃晃 因為我們兩個 就很喜歡做SPA 她就去一個 很貴很貴的飯店裡面 她就先去 她先去巡假 因為我女兒先去巡假 那去看一下門位 等一下 但是妳也沒有看價錢 我覺得 然後她就去巡假 然後就去幫我約好時間 然後她就傳給我說 媽 我跟妳講 我幫妳約三點 然後我在那邊等妳 然後妳要怎麼下 因為那個飯店太大了 然後下樓梯左轉右轉 因為其實帶媽媽出國 妳就必須要這麼細心了 因為勢必 我們是不懂英文的 這些東西她就會很清楚 媽 我跟妳講 妳出電梯 然後右轉 我說鄭寶儀 右轉 右轉有很多個門耶 對不對 其實 其實澳門講中文會通 沒有 不是 然後重點是我們去呢 我們去 我OK 但是我們去那個飯店呢 它是一個 一個屬於比較國外的飯店 然後我當然知道 哈孝遠 不是 我只是提醒妳 不要說 我只是提醒妳一下 我只是提醒妳一下 澳門中文會通 哈孝遠 妳有沒有發現今天都是姐姐媽媽們在這裡 妳還該講嗎 真的 我覺得 因為那個飯店是需要講英文溝通 因為那個按摩是一個比較高檔 我女兒她就會就問好 然後幫我安排 我說媽 妳做這個 然後這個這樣子這樣 做完出來 重點是這個SPA裡面 外面又賣很多東西 精油那些有的沒有的挖鬆 我女兒最愛這種東西 妳大概妳就會在她旁邊 塞一兩樣東西都沒有問題 當她喜歡這樣東西她都不在意 所以 是不是 我今天覺得 我覺得妳今天接通告 我本來以為 不是媽媽講 是妳講媽媽 我 對 但我媽出國是真的很好玩 就是因為我媽是很懂得玩的人 而且因為她自己本身出國的經驗 也很多 所以跟她出去她還會教妳 其實這裡可以怎麼玩 那妳可以怎麼玩 她又會照顧自己 尤其是吃東西 而且偶爾還會照顧我 妳知道嗎 很多人以為我們到了這個年紀 都是我們要出國照顧媽媽 沒有 我媽不但會照顧自己 還會照顧我 就會去峇里島那一次有沒有 太棒了 妳怎麼了 都是峇里島 峇里島峇里島 峇里島出了很多事 峇里島 真的不好 笑翻了 我告訴妳 峇里島怎麼了 妳願意說嗎 因為其實通常去到峇里島 所以認真的人也會有出糗的時候 對 通常妳去到峇里島 就是妳會 她說 媽 我跟妳講 我這次一定要帶三點四的 告訴妳峇里島 在別的地方我不敢穿 峇里島我跟妳講 我買過 我買很多件 我都沒有機會穿 我這次一定要就是 那件三點四超漂亮你知道嗎 真的 因為它上面那一件 裡外可以翻面的 下面一件可以裡外翻面 所以有四種不同穿法 有照片嗎 沒有 那妳這樣講什麼意思 妳看 峇里島都聽不下去 她都走了 峇里島 回來 求妳了 峇里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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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下去 對 聽不下去了 好 來 然後呢 那妳看到沙灘 其實就是非常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曾寶怡就是突然間來個這樣 媽 我跟妳講 妳們就在發呆庭 我要去曬個太陽 我說12點 而且重點是 重點我還是 其實我有提醒她 我說曾寶怡妳很白 所以妳小心曬太陽 她說沒事… 我告訴妳 峇里島是叫解放 而且峇里島人員都是這樣的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來 她就去了 而且重點是已經 大概曬滿久的 因為我已經睡一覺起來了 她就回來了 OK啦 就是 她還不知道自己曬上 重點是曬上的重點是在兩個 重點是妳死落屁股嗎 不是 那也是這樣子 因為在海邊是有雨傘的 然後我就趴在那裡曬 我就趴在那裡曬 然後中午 雖然是中午 但那天其實有點陰 而且有風 其實很涼 然後就覺得說好像沒事 然後因為有風 又陰涼 我就睡著了 然後傘有遮到我的背 但沒有遮到我的背 而且重點她剛剛說 她那個比基尼有四種穿法 其中一種就是 其實這個 妳穿比基尼 我們都沒有看過 寶媽有照片嗎 我跟妳講 我們在幫她敷蘆薈的時候 其實她的堂弟有偷拍 因為她就一直 唉呦 唉呦 妳跟妳講 老人啊 唉呦 唉呦 四天 我第一天就曬壞了 所以呢 後面的四天 我上下車都這樣 我都變很可憐 然後一到晚 睡很痛 很痛 一到晚 晚上兩個媽媽就 一人一邊 幫她俘虜 妳知道 我就趴在床上 然後我媽媽站這邊 然後我姨媽站這邊 然後我媽屁股是亮著的 她們就拿爐會這樣 好可怕 屁股 我跟你講我真的曬壞了 我那個屁股硬啊 真的嗎 三年都沒削 現在削了 沒有削 過去了 但是我媽倒是真的 那個時候去峇里島之前 我帶她去 她去買泳衣 因為她很久沒有穿那個泳衣了 她也沒穿啊 她照片裡面也沒穿 結果她因為她 她跟你比較像的個性 所以她就 也就沒有再穿那個泳衣 她其實有游一天的泳 但是 我們只要拍照 我們只要要拿拍照 她就開始 一個潑 然後不拍了… 然後又偷拍她 一看到有可能潑水 這包不錯 對 我媽媽還有少女的嬌羞 她不好意思 她會害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喔 對 她媽媽這麼認真 她現在也 你有想過帶媽媽旅行的時候 也帶女朋友嗎 你曉得嗎 其實那一次是 因為我在想 她們四個人都在 然後誰拍照 對 對 對 那一次是有帶我女朋友去 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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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 所以到現在還在嗎 那個女朋友 她其實那個 在… 沒有 被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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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還留在峇里島 她現在在峇里島 幫人家做SPA 她會自己設很多關卡 然後一直要收小費 然後我媽就很帥 我媽就跟那個導遊說 來 過來 我告訴妳 這邊是兩萬塊 給妳 等一下再有人跟我 跟妳要小費 妳就不要再跟我們拿了 妳就直接兩萬塊付給她 我就說媽 印尼頓兩萬塊 大概等於 對 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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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 所以到現在還在嗎 那個女朋友 她其實那個 在… 沒有 被埋掉 被埋掉 埋掉 她還留在峇里島 她現在在峇里島 幫人家做SPA 不要亂講 好醜喔 其實因為我們這個年代 不會不能發生這種事情 但是你們年輕人不一樣 時代不同了 所以兩位母親可能 思想比較先進一點 因為我工作環境 所以我的思想比較古板一點 但是我還是… 接受了 對 接受 因為是不一樣了 年代不同 這樣不好 有兩個人照顧妳 娶她一定 對… 真的… 還有她姐姐 我女兒 還有女婿 滿好的 真的滿好 小孩都很乖 可是我累的時候 還是會對她們發脾氣 發什麼脾氣 她只要沒有睡好 沒有吃好或是… 或是比如說我跟我姐在吵架 她就會生氣 像我們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到一個 很漂亮類似 對 梯田 類似這種世界遺產的東西 對… 然後那邊她是有很多 當地人在拔持的 她會自己設很多關卡 然後一直要收小費 我姐就會覺得說 她那種美國人的個性 她會覺得說 收一次就好啦 為什麼妳可以這樣 一直收錢呢 她就懷疑是我們的導遊 跟人家串通好 我就說不會 不可能是導遊串通好 對 我姐就一直說 我姐就很生氣說 那怎麼不去了… 然後我說為什麼不去了 奇怪 那就已經付了 我就弄我付好不好 然後我媽就很帥 我媽就跟那個導遊說 來 過來 我告訴你 這邊是兩萬塊 來 給你 等一下再有人跟我 跟你要小費 你就不要再跟我們拿了 你就直接兩萬塊付給她 我說 印尼頓兩萬塊 大概等於 太帥 兩萬塊拿去 兩萬塊 那麼六十塊 台幣印尼頓 因為我想說 我一次給你一疊錢就好了吧 一次給你一疊 算一算 她媽媽這邊 對 那時候正好 印尼頓正好在扁的時候 所以 我覺得媽媽的心態 不是非要女兒給什麼 但是你回台灣 你回來 在你的朋友當中 你可以炫耀 你知道其實媽媽 最重要的是 我們可以炫耀 像我跟逍遙跟馬媽媽 因為我們 我們經常就 偶爾就是每一年的母親節 我們三個都會 三個聚在一起 自己過 我們自己過 好開心喔 沒有 我覺得很棒啊 因為其實媽媽媽身體不好 所以我們兩個的心態就說 你想吃什麼 我們都陪你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 爭取所有的時間 她有一天就打給我們說 她很想吃蒙古烤肉 那年頭要找蒙古烤肉 不容易對不對 是 重點是 我們兩個就陪她去吃蒙古烤肉 我真的覺得 其實每一個人的方式都不一樣 其實多年的跟她相處 我就知道她就是一個 自得其樂的媽媽 但是雨潔就會很擔心 又覺得這媽媽迷糊 但是她會忘記其實 媽媽的快樂就是 其實我不要太在意所有的事情 我就是這樣子就好了 媽媽就是 會迷路啊 妳會迷路啊 帶蕭瑤出去 妳可能會瘋喔 我告訴妳 妳會說蕭瑤阿姨 妳可以找我媽媽談一談 我會非常開心 是把它交給我媽就好了 對不對 妳應該可以搞定她吧 當然 可以 我覺得帶媽媽出去 還是有一個學問 其實媽媽都覺得兒女的安排 我盡量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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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不知道 就是說只要是兒子安排 妳盡量很開心 對 但是其實媽媽還是有點想要她自己 不要花太多錢 對 或者是覺得哪裡其實可以不用去 有點 有的時候太累了 會吃不消對不對 對 原來她安排要到帛琉去 到帛琉要跳水 對不對 要從船上跳 要穿潛水衣 什麼 還要沙灘上跑步 等一下 妳是安排妳自己的行程 還是安排嗎 我安排我自己的 因為帛琉很好玩 我就一直跟她說 我跟你講 帛琉有多好玩 你知道那海底世界有多美嗎 沒事還有海龜這樣 她就說 妳要帶妳媽去潛水喔 我本來想帶她去分錢 挺酷的啊 然後後來她就說 妳想騙我 是妳自己想去的嗎 好 她叫我從船上說媽沒關係 妳穿潛水衣妳就跳下去 不要怕 妳穿救生衣跳下去淹不死 妳就跳 她自己就哭起來 我們年紀不同耶 我們六十歲了 跟妳講 妳 妳 妳腳有骨頭都閃了 還好她知道妳很愛她 要不然她絕對不去 先買保險好了 對 我之前有帶媽媽就是去安排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怕 我發現其實她很小心 所以她很怕死 但是妳知道 誰不怕 我請問妳 妳不就是出去玩 帶媽媽玩密碼對不對 因為我想大家去給這個叫什麼 香蕉船 很好玩的 不 她本來說好拉滑滑去看看好了 一到了之後那個外國人 她說 妳知道怎麼游泳嗎 她直接說 我就嚇到 因為她覺得太陽很大 不要再救我妳知道 妳要先講不會游泳 妳要配自己的注意 妳的褲子 妳說不會游泳 人家就不會 上船 原來是像上船 原來是這樣 所以她就整個就瘋狂叫了 之後我哥就講了 我媽媽是怕太陽什麼 就講了一對半天 媽媽才承認 Yes I can swim 然後就很臭的臉 所以她滑船 她的臉超臭 然後又怕太陽 又怕太陽 又怕晒對不對 但是很好玩 後來下去了 真的是很好玩 真的嗎 在美國 對 但是我告訴妳 不愛曬太陽的人 最好不要帶 對 妳也不影響媽媽洗洗碗 請記住珍寶儀臀部的故事 我絕對妳說過很久 妳知道 今天錄到這裡 我完全畫面都是妳的臀部 對 而且畫面還要有 兩個已經60歲的老婦人 拿著爐 為什麼我推遞 沒有 重點是她的屁股 已經真的是曬焦了 重點是她是真的曬得很嚴重的那種 妳是睡著了對不對 為什麼會曬成這樣子 怎麼會曬成這樣子 而且妳的比基尼是完全沒有遮到的 是不是 沒有 沒有 所以有一個 三角的痕跡在那邊 今天不會收尾收在這裡 為什麼會有別的收尾 就收在妳的屁股 帶媽媽出去喔 女兒的心中 也許有一個想法 就是媽媽 妳要不要告訴我 妳想什麼 如果要猜的話就很難 我就跟說電子機簽名 像妳們都是很懂媽媽嘛 對不對 其實有很多 其實像妳規劃當中 妳知不知道妳媽媽 其實不喜歡什麼喜歡妳 我其實會 有時候會高估她 因為我會想說 我媽應該可以走個 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再休息 不可能 結果沒辦法 她大概走半個小時到40分鐘 她就要休息 妳不知道她膝蓋有傷嗎 我不知道 因為她常常說我要出去走路 然後就出去走很久 我以為她可以走路走很久 但她沒辦法 所以就是一直要坐下來喝咖啡 一直坐下來喝咖啡 要休息一下 對 要休息一下 所以要問清楚 要問清楚 而且所有的行程 比如說要去做那種什麼 很可怕的 妳們就自己去 對不對 還有路上也要注意安全 你知道我常常看那什麼CSI 什麼犯罪 尤其到美國 不要走在箱形車 黑色的箱形車旁邊 小心被拖酒 我們如果 結尾在這裡會不會下倒閉 真的 不是 結尾在這裡 講得好都很美了 不要 不要靠近箱形車 我的媽 妳媽很不細 對 她真的是 她就是比方看到箱形車 會一把把我拉走 妳不要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很可疑 我覺得 我不是有點離題 但是妳知道 我媽最常打的電話是119 妳知道為什麼 我們家樓下 110 沒有119 110 媽媽那妳相信鋼鐵人 真的存在嗎 沒有 他們家裡 真的可以射蝙蝠出去 射蝙蝠就很隨時會來救 妳媽媽打電話是為什麼 就是她看到 比方說門口有一個箱形車 她就打電話 我說警察 我跟你講 我家門口是銀行 我看到一個箱形車 我看不到裡面 她是黑黑的 我懷疑她不是要搶銀行 就是綁架小孩 人家是運鈔車 對 我覺得很恐怖 現在各位 謎題了解了嗎 她有問身分證號碼 她都有一道一道手續的 她問妳 問妳的身分證號碼 然後什麼 但是如果 如果 真的要救人的話 會不會太久時間了 妳身分證號碼 要搶一搶 我們一直搶完銀行 是不是 她還要地址 可是這樣媽媽已經打到人家 知道她地址跟身分證字號 妳知道她 我又來了 媽媽 又有箱形車 太恐怖了 她的號碼是已經 大概已經列入 因為她真的太常打 有人在路上昏倒什麼 或者什麼 或者她覺得有人昏倒 但是已經一堆人在旁邊 她說 不知道她要抬到哪裡去的過程 不要打電話 頂組長眉頭一皺 又是安全不倒 所以妳知道她現在 而且她經常都說 我們家雨潔 不曉得怎麼搞的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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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妳這麼天兵 妳這毛魚就很放心我 對 而且我覺得 媽媽一臉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對不對 我覺得 因為我很注重安全 妳看我那麼謹慎 媽媽有千萬種 所以搞清楚妳媽媽 妳千萬要小心 妳千萬要用心 才能給媽媽一個愉快的假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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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節目 笑聲滿滿 兩對美麗的母女 還有一對可愛的母子 今天我們說的就是 欸 怎麼樣帶媽媽一起去旅行 其實好像我們常常談的都是 媽媽怎麼帶孩子們去旅行 但是有的時候 妳會不會想想 欸 老媽 我們一塊去旅行吧 喔 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喔 妳看看 這麼多國家 這麼多地方 媽媽 妳喜歡哪呢 媽媽捨不捨得呢 還是媽媽很愛買呢 在今天的談話當中 雖然我們講的都是很好笑的 因為每個媽媽的個性都不一樣 寶媽非常地成熟 寶姨非常地認真 宇杰非常地節儉 小瑶媽非常地糊塗 她媽媽是一個高挑的媽媽 哈孝遠是一個高大的兒子 她們一起去巴黎島 我都覺得這個畫面很好笑 但是媽媽 我要帶妳去旅行 妳去哪裡才開心呢 有的時候媽媽說 唉 只要跟你一起去 哪裡都好 但是我們要想想 媽媽的年紀 哪裡不能走太多 哪裡她會太累 哪裡她會捨不得 其實如果我們用心 媽媽會知道我們的貼心 如果我們真心希望媽媽開心 媽媽就會很開心 就算每一年的母親節 我都會說 各位媽媽們辛苦了 希望你們母親節開樂 但我真心地最希望 媽媽每天都開心 謝謝